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為大家介紹過一個叫做基松茸 或者簡稱松茸菇 另外一個跟它相提並論一樣有效的 就是喉頭菇 今天就介紹大家喉頭菇的療效 還有還可以防癌 先說一下喉頭菇的形狀 因為它的樣子真的好像一個圓菇 不像一個菇形有一個病 很明顯 它的圓形多些 下面的餅比較窄 或者有時一個短短的餅 所以你不多覺 它整個看起來就是圓 頂上有些像鬚一樣向上 它新鮮的時候是白色 乾了之後 就由淺黃至淺啡啡色 大致上有時大到3.5至10厘米 你這樣的形狀又有這樣的色 所以看起來就好像金絲猴的頭 就叫做喉頭菇 其實喉頭是我們中國四大名菜之一 四大名菜就是喉頭 猴子腦 紅掌、海參、魚翅 這個喉頭菇是一個高營養價值的食物 所以對素食者來說 真是一個山珍海錯 先說一下營養價值 它本身就有一種高蛋白、低脂肪 含有礦物質和維生素的一個食材 還有不飽和脂肪酸、多糖體和多種的氨基酸 所以它的營養價值是非常之高 那麼高的營養價值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可以降低膽固醇 因為喉頭菇能夠調節你的血脂 利於血液循環 所以是心血管患者的理想食材 第二,降低血糖 喉頭菇裡的多糖體 對糖尿病患者有足進胰島素的分泌 自然就可以降低血糖 第三,增強免疫力 喉頭菇裡的維生素B6 對增強人體免疫力很有效 這樣就可以防止各種神經和皮膚的疾病 至於第四,抗癌方面 現在紋癌色變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想找多些相關的資料 而後頭菇能夠抑制癌細胞中 遺傳物質的合成 至於其他的相關抗癌資料 我會另開一個視頻 跟大家詳細分析 除了抗癌 它就是可以養護我們的腸胃 對呀,所以對於食肉不振 又說作咬作悶 吃了之後 就能夠迅速止咬增進你的食肉 也有明顯的改善 最後就可以抗衰老 因為喉頭菇對神經衰弱失眠也有幫助 而它裡面的喉頭菇菌素 是可以幫助保持我們的細胞年輕 足盡智力的發展 所以對於長者 應該那個記憶力衰退的時候 這個也有改善 這個喉頭菇 真的是素食的人合用 分食的人也合用 因為它是普羅大眾 老少咸二 你身體虛弱、營養不良、神經衰弱 心血管有這個問題 或者有胃病、酵轉 甚至糖尿病患者都適宜食用 但是 如果你有痛風 或者對菇菌類這方面是敏感的 就不適宜了 至於怎樣用它來防癌 和它防癌方面有什麼功效呢 我會在另一個視頻再為大家介紹 記得留意收聽啦! 謝謝! 謝謝! 感應